高速起飛直從天際 聽著紅藍白國旗色系途中 尾聲還有一支氣宇宣揚的老鷹 這架國產泳鷹高級教練機 搭載兩具渦輪散發動機 以及新型X-16G彈射座椅 可與機蓋拋棄式系統連接 展現卓越救生功能 只要三百公尺就能立即起飛 相較F-5戰機的距離 短了兩百公尺 還能切換畫面顯示難易度 兼具高級教練機部隊訓練機功能 滿足空軍雙重需求 永鷹號的誕生 不僅首尾培育飛冠的搖籃 也為國機國造寫下歷史新頁 國內像我們公司 有這方面能力的 真的是不多 航太產業龍頭漢翔 扮演關鍵躍腳 集結一百零七家廠商 手握關鍵系統件 打造龐大的國防供應鏈 從概念設計製造測試到量產 步步血淚 總體自製率達百分之五十五 是全球最高 內部大量使用複合材料 也都是捍衛領空的前輩 金國號IDF 所沒有的特色 國機國造代表的是兩層的意義 第一層的意義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依賴國外 因為國防產品跟一般的 我們的民生產品 有個最大的不同就是 國防產品是你必須要維繫 它整個的供應鏈 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的話 供應鏈當然最節省成本的方法是 你要把整個供應鏈全球化 你要放到全球去 然後這樣的話 你的供應鏈才會獲得 最低成本的產品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經濟層面 因為國防的投資很大 這一個大的國防投資 是不是由國內產業來承接 這個對於國內產業的經濟面 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民國80年航空業產值不到500億元 如今翻了至少三倍 超過1500億 一條龍作業確保台海局勢緊張之際 國家空防戰力能夠成為堅強後段 更證明國際國造 飽含強大的總體經濟量能 但要堅持國產自治可不容易 IDF是在中華民國90年代的時候 面對一個很大的外交困境 就是美國跟中共建交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協助我們發展IDF 原本計劃生產250架 之後由於老部系總統賣給台灣F16 加上法國賣給我們快項2000 所以這個IDF計劃 生產計劃就減半 生產規模跟能力突然減半了 那當然就是造成這整個生產成本上升 能力外流這些問題 所以當時IDF留下很不錯的基礎 可惜這些工程師失業之後 就被韓國給挖腳了 國造之光路途坎坷 最早追溯到1975年的AT3高轎機 接著是IDF但才量產一半 政府決定向先進國家購買戰機 國防自主之路戛然而止 也讓擁有一身技能的人才瞬間 無用武之地陸續出走其他國家 導致國防科技延續性產生斷層 歡迎總統地零會場 然而永銀號的出現 密佈了缺憾 重啟國產計劃後 有超過3000個工作機會 人才前輩們都回家了 產業瞬間活絡 IDF到永銀號 歷經30年歲月 技術傳承一棒接一棒 蓄積滿滿的軍工能量 我們百分之一百用的是 我們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才 做的這件事情 所謂培養就是我剛剛講的 老一輩帶新一輩去做 然後最後永銀高轎機設計出來了 我新一代的人才也培養出來了 這個事情是一個 把我的舊設備重整 把我的舊人才延續 永銀高轎機最重要的歷史意義 它的性能也許不會超越 對IDF戰機 但它最重要的歷史意義 是一個更新跟一個重整的過程 我敢這個地方講 永銀高轎機這個案子之後 現在已經進入穩定的量產了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的人才 我們的設備 都經過了這個案子的更新跟重整 大家摩拳插掌 對於發展下一代戰機 漢翔早已跃跃欲試 但外國必要系統艦 恐怕會受到地緣政治干擾 總經理馬萬鈞力拼 讓自治率提升到95% 落實真正的國機國造 也強調國防自主 不難停 我們都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經過了永銀高調劑的重整 所以永銀最重要的一個歷史 里程碑意義 應該是在這個方面 是從你不斷的重心 所以我們要在香港 也許是最大的重心 是最大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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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大的重心